如果你們待會,你可以從雲端白板裡面開啟每一個單元 裡面的話,我一樣有把檔案都放上去 綠色的就是我們的Google 資料,答案在這邊,解答位也放在這裡 所以雲端的講義,你可以從雲端白板裡面去開啟 首先,第一個,你又把它打開來 打開之後,一樣可以切換綜合練習 比較麻煩一點,你必須把這個部分的東西全選 把它選起來,Ctrl 4E一下 再來就是貼到Excel,開一個空白的Excel,把它直接貼上去就可以了 Ctrl V貼上 寬度不足的話,選取A到H欄,快點兩下就可以了 OK,再來我們需要做什麼呢?需要就是把這三欄合併成一欄 但是要是正確的規則 所以第一個的話,當然我們想到的方法 有什麼方法? 但第一個你要學會什麼? 串接嘛 串接的話,一定等於什麼? 09,那09是一個自串,所以自串一定是雙引號,09 後面加一個AND符號是串接,串什麼呢? 串某一個儲存格 所以串這個儲存格 那你當然可以先打勾看看 0911就有了 後面的話呢,再串一個-號 所以AND一個-號 雙引號,然後後雙引號 是不是說前後雙引號一定要一對 打勾 然後後面的話呢,再串什麼?串一個84 AND,不過要080,當然你不能說 這就麻煩了 因為會需要一個規則 什麼規則呢?他一定要三個字 如果不足三個字呢,就要怎麼樣? 重複幾個零在前面 所以呢 這個規則就說,重複幾個零 所以特別注意,如果你不太會那個 repeater,這邊可能需要他有提示 就是 請你用repeater加l1n 那repeater是什麼意思? 當然如果你不會的話,你可以先在 另外一個地方,這邊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一樣是在repeater這邊 或者你直接在雲端上做也可以 這個我把它複製一下 底下有一個 說明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希望 100筆給一顆心的話 我這邊切,這個貼上 貼到這邊來 意思說這個158的話給一顆心 286給兩顆心 那你以前做法,你不是Ctrl11 這邊一顆心貼上 這邊兩顆心貼兩顆,不對 其實我們主要什麼? 希望用repeater函數 這個repeater就是repeater 重複幾個那個字 那所以我們怎麼樣?可以利用什麼? 在插入函數,裡面找到什麼?文字類函數 那你可以在repeater這邊 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特別說,我講過了 如果你要使用函數 第一個 建議是用分類 第二個的話呢,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第三個呢,請你看懂下面的敘述 它實際上 就跟你講說 我這個函數 需要兩個東西 一個是test 一個是lumbertimes test test就是 你要重複的字告訴我 你要重複的次數告訴我 底下有些說明 你如果看懂的話,應該你就會用 按確定 他問你說test test就是文字 顧名思義 這個文字 numbertimes 幾次啊 你要重複幾顆心的一次 欸 次數 不過 158 過來 158顆 不對 我要是每100筆 給一顆心 那你就給100 那你會發現喔 他其實也會 自動幫你把 158 給做出來 那意思是 1.58顆心 不過其實他沒有 1.58顆心 這種東西 所以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它變成一顆心 但是其實喔 比較標準的做法應該是這樣 1.58 把0.58拿掉 所以喔 應該什麼 把那個小數點去掉 要正確做法應該是 在前面這邊加個int 前刮弧 再到後面加個後刮弧 意思就是說喔 我利用這個int的函數 int函數其實就求整數函數 indature的意思 求整數之後1 就ok了 好 那再來一樣按確定 一顆心出來 不過因為我們要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會有一個規則 什麼規則呢 如果你公式裡面喔 假如有裂號的話 儲存格裂號 他會自動 幫你加一 加一嘛 所以你如果 你為什麼出錯 下面錯 為什麼 因為他很多說 他會很多事的幫你加一 所以如果你這個 1變2變3 只要是向下拉 就會 把 1 變成2 變成3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在1的前面加個錢的符號 這個錢的符號 要表示鎖定的 鎖定這個位置 OK那我就把它打勾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待會的這個問題就是我希望 repeat的幾個零 那可是問題我要幾個零呢 其實根據什麼 這裡面的長度 所以其實這裡面的長度你可以插入函數 利用一個叫len的函數 len這個 這個len就是x 算裡面幾個字 所以他 假設我今天給這個 他裡面兩個字 兩個字 那我要補幾個零 我要補 三個 三個要補一個嘛 所以其實應該 補幾個零可以用3去減 3減掉l 一個零 那如果你把這個右邊007拉過來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補兩個 那補兩個的話 那其實基本上你可以把再把這個剪下來之後 插入一個函數用什麼用剛剛rept就可以了 那重複什麼 重複0 所以前後裝要自己打 LumberTimes就是把3減掉len這個公式貼過來 這樣子的話按確定 你會發現 拉過來 補一個零 補兩個零 那84怎麼辦呢 再把後面加個and and84 比較好 084 這個把他向右拉 007 所以如果把這兩個放到這個後面不就答案就出來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試一下 這個是解決 那你說這個方法是最好的嗎 不是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有 用哪些方法 其實主要就是你可以插函數 裡面這些文字函數 裡面就有很多解法 不只一種方法 只是說你要 對函數要夠收 你就可以用各種其他的函數 做解決 但是 每一種都可以啦 可是你要想出一個哪個最簡單 才是最重要 而不是說你每個都會 然後哪個最重要 不知道 其實待會跟各位講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他兩下就做完了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就是先了解一下我剛剛講的 所以 剛剛 第一個 你就先開 Essale 然後把Essale 從雲端上面 從這邊把它複製貼過來 OK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對就是說 直接可以從雲端上面 把 那個裡面的 資料貼到我們 視線表上面做練習 那這樣子就沒有那個就是 開啟那個權限 好像他如果外部進來的檔 他開 開啟就會是圍堵的 就不能讓你存檔 也不能讓你開啟 但如果是你自己開的檔就可以了 這個電腦他有些權限設定 控管是這樣 這也是個解套方法 這個 目前這樣 應該就可以了 是 你自己講 當然是不是 可以